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4月18号 一则贵阳市乾陵山公园恢复开放 挤满游客的视频引发关注 18号下午 南都记者从乾陵山公园方面获悉 当天一早确实出现游客爆满的现象 工作人员解释称 原本开源时间为6点 疫情期间开放时间延迟3小时 或因此致部分游客一早在门口等待 门口有保卫人员 也会根据园内人数决定是否限流 其称截至当天下午 该景区游客人数未达到上限 目前还可以进